大家好,很久沒有和大家見面了,我是阿蔥 我身旁的都是叫阿蔥,所以我長大了,所以有個大蔥小蔥 我身旁的阿蔥是我們的設計師,負責精裝房改動的設計師 今天我們又拍一拍這個案例,這個案例在公司光顧了全屋定制和裝修方面的改動 我們逐一部分去講解 首先這個門口,其實這裡是時代美神 這個位置其實時代美神已經有一個凹位在這裡 所以這裡也做了一組鞋櫃 這一組鞋櫃都是我們公司去做的 業主有一部分是他的要求 例如這些燈製,也要一些感應的燈製 這些都是客戶的要求 也有其他的類型,可能是個人走過就會著燈 個人需求 對,間隔上也沒有什麼特別 因為夠深度就可以做平,不需要做斜 然後令到鞋子比較長一點就可以擺放 然後門口的這邊可以,如果是冬天 可能有些朋友過來,臨時掛一些大褲子 因為這個單位,原本這裡是有一個… 這個對講機是否擺在這裡還是擺在那邊 原本也是擺在這個位置 對,現在就擺在那個板材的表面 對 OK 好,我們先擺放 這邊還擺放了一個強電箱 對,不好的地方都遮蓋,這樣就會美觀一點 這裡就遮蓋了強電箱 對 弱電箱就在下面,也不多說了 這個單位其實改動也不算很多 但也有一些頗特別的改動 我們由哪裡說起呢? 不如這間房吧 好,娛樂室說起吧 其實這間房原本的門口是這裡的 客戶的要求就把門改在這裡 對 增加了一個推拉門 其實這個推拉門是我們負責去做的 不過這個推拉門跟時代美神某些示範單位很相近 沒錯,那些飾板很相近 嗯 還有呢,這個單位其實它做了什麼改動呢? 這間房呢,除了改門 然後呢,整間房的電位要全部重新佈置過 因為客戶要求比較高些 要用來做音響室 是 加了幾個喇叭 整個天花重新幫它做過 是 那還有地板 地板 是 還有牆身都重新做過 是 那原本這個是複合木地板來的 那因為客戶都考慮到那個內用程度 那就改了做 木紋磚 木紋地磚 沒錯 那後期呢,也都做了那個美縫 那出來的效果就非常之好 那還有呢,它做了那個隔音 那所以呢,它這裡日後做事聽室 那就不會吵 對,沒錯 不會吵到其他的鄰居 好了,接著呢,我們就出來的廳 那其實呢,這個廳呢 這個單位呢,是一個四房的單位 那首先我現在身處的位置呢 就是一個 餐廳的位置 就是一個飯廳的位置 那我們先說了那個飯廳的位置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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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呢,整間屋的窗都是做了一個電動的窗簾 對,電動的窗簾 那這些窗簾機呢,都可以連這個小米 或者小道,其他的一些 叫做 軟件 那 都比較 就是用途比較廣泛一點 可以連到其他APP 那 那 那 這裡,在這個範疇 那客戶又做了些什麼呢 改了電位 然後增加了一些天花 一些邊調天花 造型出來 是的 那 如果有留意開時代美神的 都可能看到 那它天花改動呢,就不是說非常多 但是呢,它現在就是做了一個無主燈的設計 那 但是,它無主燈的設計呢 其實,現在為何只有一盞燈的 是未安裝了 客戶要求他回來之後 看完效果 再增加一些燈光需求 明白 所以現在呢,暫時是安裝了一盞燈的 其實這個呢 就在那個 客戶到入住的情況下 其實那個完成度呢 未到百分之一百的 很明顯是 那些傢俬是未買齊的 暫時,客戶只買了一件監獅 兩件監獅 買了一個床褥 稍後也看到 那這裏就是飯廳 飯廳 做了一個餐邊櫃 這個叫餐邊櫃 是的 也是做了一個觸控的燈 還有呢 客戶要求的燈鍵 也是有USB 是的 有USB 是的 這裏就有一些收納的位置 收納的位置 做了一個敷感的門 做了一個敷感的門 另外就是我們出來的陽台 那陽台就做了幾個部份 我們這邊做了一個風窗 然後地面 美鳳 還有一個天花吊頂 是的 那在做這個範疇的情況下呢 其實在你們的專業的意見 專業的角度 有沒有什麼需要注意呢 注意的是 地面的下水問題 是的 還有那些 封了窗之後 防水問題 要特別注意一下 是的 明白 那這裏 它有沒有拆過原本的地磚 這個是沒有拆的 沒有拆的 因為客戶不想破壞 它下面原本的地磚 我們就在原本地磚基礎上 薄貼了一層 是的 這整個過程 其實我都清楚知道的 但是我都想透過細聰把口 來說出來 因為你要改動地磚 其實有兩種的做法 你可以拆原本的地磚 也可以不拆 當你拆了原本的地磚 可能會破壞防水層 這樣的情況 工序就要多了 但是不是所有單位都做到 就是視乎它的 廳和陽台地面的水平 因為現在的客戶 都是沒有拆這個窗 是的 這個也沒有動過 這個也沒有動過 它聽的那個高度和陽台高度 一樣是會有一個高低的落差 這裡是沒有做的傳統 好像現在就把陽台封了 然後叫做通舖 來的叫通舖 這樣去做的 是的 我記得在封這個陽台之前 其實都有一些注意的就是 當初設計師提醒我 要先做這個熱水器 因為如果這樣封了的話 其實你裝這個熱水器 煤氣公司可能會有些 叫做 他們驗收不到 因為抹封了 是的 這個也是要注意的 提前做 這個也是提前做 是的 還有陽台 我發覺有些單位 有些地方都要注意的 就是陽台的外面那個位 是的 有些單位 陽台外面的波道是往裡面斜的 現在這個單位 我們做過測試 沒有往裡面斜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做過波道 正常如果可以往裡面斜 我們封了鋁合金之後 就在外面貼一塊銀板瓷磚 找一個波道往外面流水 是的 這個就視乎 外面的陽台的位置 是內斜還是外斜 如果內斜的話 你就要處理日後的防水問題 如果內斜的話 它這個位置是積了水的話 它始終日子內了之後 有機會會滲水 這些就是憑經驗才可以說出來 他們設計師就有這樣的功能 這裡就做了 如果是可能需要開槍的話 如果怕有蚊的話 也可以裝這些防蚊沙槍 其實我們現在這樣做這個封槍 有什麼亮點呢 我們用的五金配件 全部都是德國盡口的 然後那些形材 全部是一體性型的 不是那些再生回收 再生肥女的壓縮重新做 因為如果再生的鋁材 質量的密度是沒有那麼高的 材料的問題 還有我想測試一下 現在裝了窗後隔音的情況 現在放一支咪在這裡 開著窗 我們關上窗 非常之好 OK 因為如果訂造櫃的部分 如果這裡也是做一些木櫃的話 有時候客戶可能覺得這裡會潮濕 沒有那麼耐用 所以這裡就做了一個鋁合金的櫃 這裡可以放一些 地拖 拖把 拖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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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樣 做出來的效果很帥 好像一個雪櫃一樣 剛才也說 我們也做了一個頂 這裡做了一個鋁合金的吊頂 這個叫做鋁合金的吊頂 就可以一勞永逸了 因為日子久了都不需要害怕 那些蝶灰 或者起泡 這樣就一勞永逸了 好了 我們進來這個 我們進來這個飯廳的位置 廚房那裡好像沒有做過任何的改動 沒有做過任何的改動 是的 我們也拍一拍 這個就是時代美神二期的交樓標準 廚房 另外就是廚房門 這是一個幼框的玻璃門 這是時代美神的交樓標準 是的 OK 接著過來客廳 客廳 客廳其實做了一個訂造櫃 這裡也需要多一點的言語去講解 因為這裡是需要裝修改動 再加上訂造櫃兩方面去配合 對 因為都有不同的師傅去做 對 因為我們要先打場 做完電位改造之後 對 配合和訂造櫃 配合 配合他們尺寸的問題 對 這樣才可以做到現在成現的效果 對 為什麼這裡會有個孔位呢 就是說如果你的電視在這裡 那條線就可以在牆身裏面走 那 那 究竟那些電掣在哪裏呢 我們可能要蹲下 那 就在這個位置 那 那 這些方面呢 亦都是需要用到設計方… 設計師的一個專業的角度去想 這些方案是怎樣做的 對 另外一些櫃呢 都是這樣 是輕按式去拉出來的 對 然後呢 這裡就做了一個飾櫃 可以擺酒之類的 對 這樣 那 那 然後呢 那 客戶呢 亦都是 幫助我們公司 買了一張梳化 那 這是一個真皮梳化 那 因為這裡是個人的要求 比較特別一點 這裡呢 是 原本可以擺長的梳化 但是現在呢 擺的梳化就可能會短了一點 那 然後呢 我們再 出回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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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陽台 主陽台呢 亦都是 換了那個 地板 沒錯 我們這裡都鋪了地磚 做了美鳳 那 就幫他換了地露 換了一個新的地露 哦 換了一個新的地露 是 就幫他拆了 OK 那 他這裡當然是沒有通鋪 那 就改了一個灰色的一個地磚 蒙 蒙 是啊 其實他這樣改有什麼好處呢 和客戶的角度是想怎樣呢 嗯 客戶的角度呢 是想盡量不要去改動太多 是 第一個呢 改動太多呢 會涉及到一些防水啊 嗯 那些費用啊 各方面的問題 嗯 如果這樣做呢 用專門那些 薄貼的磚膠去做呢 他就不會說 到時以後會動 那些什麼情況出現 所以他現在是用磚膠去貼的 沒錯 就是專門用薄貼磚膠去做的 傳統呢 傳統那些呢 就是一定要拆掉它 用水磚去貼 那如果是在 在你們的角度 其實哪樣成本會貴的 嗯 成本呢 是磚膠會貴一點 是 因為他那些最新的產品呢 是 跟以前那些技術做 相差很遠的 哦 那所以 其實如果 通常在外間 外間 一般都是用磚膠去做的 水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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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 他這裏呢 司令也是改動了 都是做了一個 鋁合金天花 是 鋁合金 吊地 是 那 那 香港的樓都很少陽台 那這裏呢 客戶的角度 還是想保留一個陽台 那就不做通鋪了 開陽一點 那些景觀都幾好 開陽一點 那景觀都幾好 看得遠 是啊 是的 OK 我們再去其他部分 我想問一下 這裏有些場式是怎樣的情況 這些場式呢 是業主自己要求 買回來 我們幫他去做 搭配 那個 造景出來 是的 那我們呢 通常 如果業主是有些 可能是在網上看到一些 很漂亮的擺設 這樣我們 釘上去 我們都可以做到 這些是我們的服務 是 OK 那 其實這個單位 就是三間房 三間房 剛才有一間 做了影音房 影音室 然後呢 這裏是洗手間 這裏也有些改動 這裏呢 做了一個 淋浴玻璃 換了一個 三趟門 對比傳統那些 耳塗 或者是開門那些 它的入耗空間 就大了一點 是 還有呢 增加了過浴霸 然後再加了音響 加了音響 是的 音響效果都不錯 稍後我們可以測試一下 OK 那這裏原本只有這個 抽氣線 沒錯 但是現在呢 就多了一個喇叭 多了這個浴霸 沒錯 是 OK 那原本只有些射燈 那如果有這個浴霸 因為它也有一個 燈光 照明效果 那它的光線就會充足很多 那另外呢 就是說 這裏原本 其實是時代美臣 很老實 這一塊膠樓的時候 那個玻璃 就很普通的 那客戶呢 就都 聽我們的建議 就改動了這個 換了一個三趟門 是的 至於這個櫃 這個鏡櫃 就是沒有動過的 這個也挺帥的 還有用起來 也是很方便的 因為這裏有一個層架 因為我自己住那裏 就沒有這個層架 就很不方便了 那些東西就放在這裏桌面了 是的 那這裏也沒有改動過 OK 接著我們再去看 第二間房 第二間房 這裏就做了一個 這裏做了一個訂造的塔塔米 這張是床來的 和一個書桌 和一個書桌 和一個書櫃在一起 這裏在床的背景 也做了一些修飾 那裏有一個背板 對 然後背板 也陷了一個LED燈條 就會令到層次感 就會出來 更豐富 還有燈製 也可以改動在背板上面 還有現在需要用到 很多電子產品 都是用USB插頭 那個燈製 也是有額外的USB插頭的 還有這裏床下面 其實有些可能做一些揭開的 一些 那些叫做 板 那些可能 其實你放了一張床浴 在這裏之後 很少去用 是的 那這裏的業主就有個要求 做了一個櫃桶 是的 而且這個櫃桶 不是做一些普通的鬥鬼 嗯 做了一個 是 整個櫃桶可以製作出來 嗯 對收納 或者放東西 方便很多 是 那大件那些都可以盡擺 盡擺在這個 這個櫃桶裏面 可以放到一個行李箱的 最大 是的 放到一個行李箱的 這個真的可以 用盡 那個空間 裝了一些櫃的情況下 其實這間房也不會很壓迫 也做了一個電動窗簾 也做了一個地磚 原本也是複合木地板 現在改了一個地磚 其實我覺得這個必要性都很大 我自己的房子都有 另外就是第二間房 這間房 在我最初的那個 在那個工程期間 還沒裝陷這些櫃的情況下 其實我覺得這幅牆 不是那麼好看的 但是現在 現在如果 這裡的櫃都做好了之後 其實那個 裝飾的效果 真的很好看 一開始呢 先做完的油漆 比較單調一點 嗯 那就看不出效果 是 現在配合了一些定制櫃 做完出來的燈帶 啊 那些板 一做好出來 整個整體效果出來了 嗯 嗯嗯嗯嗯嗯嗯 這個呢 這個差異性就是 好像 有時有些客戶去看一些樣板間 即是一些示範單位 然後到自己收樓的時候 喂 為什麼落差這麼大 所以 就是因為 還沒放一些 傢俬 或者一些 內地叫做軟裝的東西 所以 放了之後 其實很漂亮 這裡也是做了一個 一個塔塔米 兩米長的一張床 這裡就利用了那個 標準到位置做一個 一米半的床褥 是的 另外也說一下 有時候有些客戶 因為我們 其實我們最近 其實我們忙碌的程度 除了帶客看樓 搞這些 就是傢俬啊 全屋定制 其實工程上面 其實我們大大說 在一個多兩個月 我想接了也有 差不多二三十單的工程 已經最少了 是的 有時候有些客戶 就是問 房間 以前 就有一個 叫做 湖蘭 對 那麼 拆不拆呢 其實如果沒有小朋友 或者沒有寵物的話 基本上都會拆的 拆了它 就視野上 開圓很多 是的 整間房間也很通透 另外有些業主 還是擔心有些安全性的問題 會獨立再加一個窗花 不會影響開揚的問題 即是視覺的問題 安全性保證到 這裡是額外加了一個窗花的 因為如果不加窗花的情況下 我就不勤過去講解了 如果不加窗花的情況下 就可能有機會 一開窗 整個人都可以 爬不出去 好 那麼 三間房 我們看了 接著看主人房 這裡 就有少少 就是業主的 一些個人的 需求性 你看到整個場體 都是做了一套櫃 這套櫃 如果攝影師現在這個角度拍過來 是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但是 我進來這間房子 把床放在哪裏 其實呢 其實呢 這個業主的要求 就是這裡整間房 都是用來做衣帽的 是的 所以這裡就做了很多的 一些擺放衣物的一個空間 兩邊都是 那邊也可以用來做書桌 梳裝桌 是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去利用了這個主人房 是的 裡面的空間 都 利用五金更加靈活一點 我們可以看看 可以展示一下 這個是浪衣架 那 衣櫃的高度太高的情況下 用浪衣架 它就可以降低高度 嗯 這個也挺實用的 是 還有呢 有些業主 它是用西褲的情況下 是 就會專門買一個西褲架 是 一層一層的分開 去掛西褲 是 收納空間都做得不錯 是 OK 這些也是摸起來很舒服的 這個敷感的門板 是 這裡的空間 也是 基本上 大同小異 大同小異 我們打開某一個位置 這邊也做了一個衣架 這邊也有一個浪庫的地方 是 是 明白 還有一個地板 也是跟其他房間一樣 也是 鋪設木紋磚 再製造尾縫 對 再製造尾縫 對 顏色有很多選擇 其實現在的木紋磚選擇 你喜歡什麼顏色都有 到時有色彈可以選擇 明白 然後 最後一個部分 最後一個部分 其實這裡多了一些配件的東西 剛才那個門也說了 這裡多了一些配件的東西 這個是 這個是業主要求加上去的 加上去 有一個問題 一定要插電 是 但是 業主又不想破壞長體的情況 是 只可以幫他拉一條命線 業主自己也能接受到 幫他增加了一個 電熱毛巾架 電熱毛巾架 到時插電 發熱角毛巾 會光得快些 OK 明白 然後 這裡也裝了一個 肉霸 霸和音響 對 音響可以試一試 可以 變相在洗手間的時候 都可以聽歌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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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個單位 這個案例 所有的部分 我們都講解過了 如果大家感興趣 將自己的單位 做一個改造的話 放心交給我們 其實我們都有很多案例 不過 其實 改動的情況 有點參差 有些是比較少 有些是比較少 有些是直接入住了 沒錯 很多業主 都不希望 給自己的家人 給人家 引私性 比較強一點 就直接入住了 已經 對了 對了 整個改動 其實我們的團體 因為今天阿文 沒有空 所以整個團體 我們 找設計師 去跟大家一起講解 也介紹我們的設計師 阿細聰 給大家認識 今天 這個單位的案例 我們就 講解完畢 多謝大家的收看 再見